以後的這種祭、祭祀呢 就要自其言 祭祀一定要遵照這種 祭祀的這種思潔都一定要把它 進到我們 就好像在母親、父母生前 的那種敬意一樣 還是要視始如是生 視網如是存的這種心 來祭祀父母親 就好像父母親隨時都還在我們的身邊一樣 能夠做到這五樣的 這五個部分的時候呢 才算是一種完備 才稱得上是一個 嗜好的一個 嗜親 那另外我們的呂祖 呂祖就是我們的呂洞兵 八星自己的呂洞兵呢 他曾經 曾經有講過說這個 有十種的孝行 那十種的孝行呢 就所謂的呂洞 順令 寬心 近身 散揚 忌美 隔飛 調己 敬哀 跟追思 好 所謂的這種呂洞呢 也就是說能夠 合影悅色 我們對待父母親能夠一種合影悅色 好 那順令的話 就是能夠去順從 父母親的一種意思 好 只要能夠父母親 好 要求的是合理的 好 我們都要盡量的去順從父母親的意思 好 那 那 盡量能夠做到寬心 讓父母親呢 能夠去寬心 好 不要為我們子女來操心 更過度的擔心 那 近身的話 我們對於這種 我們 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這個身體法務啊 是受之父母啊 好 所以我們 好 子女的這個身體啊 也可以說是 父母親的一種遺體啊 就是遺留下來給我們的身體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來愛護他 而且要 讓他呢 隨此呢 好 保持 保持一種 完好 跟這種純淨啊 好 讓自己呢不要受到這種 外界的一種汙染 那 所謂的喪養呢 好 就是說能夠去 好好的來 侍奉父母親呢 能夠盡我們最大的 所能 盡我們最大的能力啊 好 盡量的來 無為不自的來 照顧父母 那 季梅呢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能夠 成親之志啊 能夠 繼承這種 父母親好的這種 得業跟志向 好 那隔飛呢 如果父母親 好 也是有 犯錯的時候啊 那我們為人子女的呢 好 也是要進到這種 好 能夠去勸告 好 為婉的去勸告 父母親 好 要隔飛 也不能讓父母親的這種 錯誤呢 好 來這樣子 繼續下去 好 這樣會反而害到這個 父母親 好 調節呢 調節的部分 就是說 護母親呢 如果說身體 不是 身體 有了一些疾病 好 那我們 身為子女的 就是要盡量的去 好 在護母親的 這個 身體上 好好的去把它 調理好 好 帶護母親呢 去看醫生 好 盡量請好的這個醫生呢 來幫我們護母親呢 能夠把它治療好 那 近愛的部分呢 好 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好 那追師 這個追師 好 特別的一個不簡單 因為護母親 好 不在了 那我們 看不到了 可是呢 我們 真正一個孝順的孩子 他是 好 能夠做到所謂的 大孝呢 能夠終生 母母 好 所以古人呢 曾經就有一首 詩呢 他就提到說 賭封目而心悲 觀白雲而殘亡 賭封目而心悲 然後觀白雲而殘亡 他意思呢 就是看到了 一草一木 以前護母親生前 用過的一些東西 他都能夠去產生 對護母親的那種 很真誠的一種 懷念 跟思念 那 其實呢 在我們 寫這部百孝篇的作者 百水老人 他在生前的時候呢 他 住的地方叫做港恩樓 那他常常 會在 他生日的這一天呢 然後自己呢 就把自己呢 關在他的港恩樓裡面 做什麼呢 他就在那邊反省自己 看看自己 有沒有 這一年來 有沒有犯了什麼一些過失 有沒有做錯了一些的事情 然後 他在生前 就是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生日 包括他 後來的一些 一些後學呢 要幫他做生日呢 他都拒絕 因為他覺得說 生日這一天呢 就是母難日 是母親啊 面臨那種生死春亡 最危險的一個日子 他怎麼忍心啊 在這一天呢 媽媽最痛苦 最辛苦的這一天呢 來讓自己呢 來慶祝生日 所以這是百水老人呢 他留下來的一種 得放跟心意 也很值得我們一起來學習 那另外就是說 父母親呢 剛剛我們講 父母親 他 在犯了過失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樣的一種態度 來 來勸見父母呢 我們 在 孔子啊 他曾經 有教導我們說 是父母基見啊 見智不從 又敬不為 老而不願啊 也就是說父母親啊 真的換得過失的時候 讓我們做子女的啊 一定是盡力的 怎麼樣去 勸告這個父母親 可是呢 如果父母親呢 不願意接受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父母親 頂嘴吵架嗎 當然是不可以的 那我們一樣呢 還要保持呢 我們原來對父母親的那顆 敬意啊 然後盡量的不要去違背父母親 或是產生那種 不高興的那種 言語己子啊 繼續的能夠勞而不願啊 那 在 孔子的弟子 曾子呢 曾經他就 問這個孔子說啊 他說 敢問子從父之令啊 可謂下乎啊 他說是不是 我們的子女啊 都遵從父母親的這個 話什麼都聽父母的話 這樣就算孝順了呢 那孔子回答說啊 這是什麼話呢 這是什麼話呢 在古時候啊 天子啊 他下面一定會有 設置這個真誠七人 所謂的真誠 就是說能夠勸見天子的 臣子 有設七位 那 在天子呢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做錯了一些事情 還不至於失去天下 那在諸侯底下呢 都會設置著所謂的真誠 真誠就是能夠去 正見這個諸侯的臣子 五個人 所以在諸侯做錯事情的時候 還不至於失去他的國家 那大夫呢 他一樣設置有真誠三個人 所以在大夫不小心 做錯事情的時候 還不至於失去他的這個家業 那誓的話呢 誓的話他有這個真誠啊 就是有能夠去勸見他 勸告他 做錯事有勸告他的這些朋友 那他就不至於說 讓他的身呢 然後這個 這個民生毀於一旦啊 所以身為父親的 如果呢 有這個能夠勸見 勸告父母的這些子女的話 那父母呢 就不至於啊 陷於這個不義啊 不義的這個民生啊 所以 來勸見父母 是必要的 在於我們的這種態度 所以孟子呢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父子之間啊 不責善 然後責善責禮啊 禮責不祥莫大焉 那古時候的人 一指而交 就是因為怕善了這種天和啊 善了父子之間這種和氣啊 那或許各位朋友會覺得說 那剛剛不是說要勸見父母呢 那這裡呢 為什麼又說 不可以責善呢 是勸見跟責善 是不一樣的啦 我們的 責善